你就是霍豆 本座不找你麻烦 你倒主动送上门来 早就听说火神祝容的部下 有一名临阵叛逃的大将 被叛到这索妖塔来做看守 一直很好奇 今日终于得以一见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好啊 你可以杀了我 但这索妖塔也多年未尽新人了吧 想必 你也很久没有听到外面的消息了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 祝容的近况 又或者他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新的座棋 又是谁 取代了你的位置呢 朱容 这些年 有没有提到过我 没有 不只是他 整个天族记得你的人也不多了 偶尔有一些年岁大的人提起 也只是说 你是一个胆小怕事 被主弃义的凶术 撒谎 我不是逃兵 是吗 这个说法倒是头一次听说 你知道吗 就因为你出自中阴山 现在天族众神 已经没有人愿意去中阴山挑选神兽了 都说那里出叛徒 以你祸斗为罪 闭嘴 自此我跟了朱容开始 历经大小阵战无数 从无一次胆怯为战 我曾发誓 放他为主 绝无二心 都是他亲自下的命令 我只是奉命行事 他亲口对我说过 待我如手足 言有载耳啊 可是他为何要害我 为何要害我 这个问题 恐怕你得亲自去问他了 不过 不知还有没有机会 什么意思 你以为他是谁啊 上卿天尊 受罪无尽吗 到了今日 还活着的上古大神 也只有他祝荣一人 不过在我进来之前就听说 他的大县已到 也不知现在是否还活着 你说的 可是真的 我骗你做神 他 他不会死 他不会死 在这世上只有我能杀他 唯有我能杀他 我用了七万年 终于恢复了五十 就是要让他亲口告诉我 他为何要害我 他不能死 我不允许他死 你不允许 你是他什么人哪 他若是真的想见你 这七万年了 为何都不来看你一眼 诸荣火神才不屑于见你呢 霍斗 别忘了 你就是个逃兵 我不是逃兵 一个背心七意的小人 我不是逃兵 闭嘴 哪怕他现在就是要死了 我不是找兵闭嘴 闭嘴 你若是真的想见他 就去撞翻那神龙顶 冲出索妖塔 在他死之前 把话说清楚 不怕 我不怕 我不怕 她是我 不怕 我怕 我不怕 不认真 想要他有病 快去禀报天军 是 不认 对不住 女蛙石 怎么会是女蛙石 是九辰 九辰是女蛙石心换了神弄底来镇压我们的 西河 本蛋 撞他 撞他 撞翻了我们就自由了 活动 活动 活动撞他 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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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啊 啊 贤良书得 贤良书得 我是 told 死命 死命 民风上神 十三 你怎么在这儿 死命呢 她说 你喊她去你店中议事 要好晚才能回来 是吗 好啊 他竟然敢骗我 上神这是去哪儿 本想找他喝酒的 他又不在还喝什么呀 私命这酒量 上神又找人喝酒 找我啊 你的酒量我跟你喝不了 上神怕什么 我又不跟上神平喝 大不了你喝一杯 我喝一坛 你这是在看什么呢 这是凡人的命部 我现在在学习 如何做一个 贤良淑德的女子 很好 一个喝酒论坛的女子 很是贤良淑德 慢慢看吧 怎么受的伤啊 和云峰上神比试的时候 不小心碰了一下 不慎勿伤 今天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吗 我爹 他也在啊 你要找他吗 不不不 仙子就好 仙子就好 清遥医官呢 找他 他最近心情可不好了呢 小心他把他这只手给吃废了 好 仙子 我这个伤 严重吗 将军皮糙肉厚的 这样的伤呢 两三日便可痊愈 不如 不要浪费医药了 仙子说不用 那就不用了吧 师姐 神尊回来了 真的 你帮我照看他一下啊 仙子 别叫了 人都走了 将军别动了 小仙为您上药 清遥医官 他干嘛去了 去了福云殿 对 福云殿 定是神尊回来了 回来了 清遥 清遥你等等我 伤神 这一个又走 两个又走 三个又走 别动 不用了